太阳系中液态水储量排名第一的是哪颗星球? 地球能排到第几名? 太阳系中液态水储量排名第一的是哪颗星球?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有不少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地球 这也难怪,毕竟地球表面有大约71%的区域都被海洋覆盖 然而,这个答案却是错误的 因为在太阳系中还有其他的星球拥有比地球更多的液态水 凭借着各式各样的望远镜以及太空探测器 我们目前已经对太阳系中的主要天体有了一定的了解 科学家已经根据已知探测的数据列出了一份排名清单 从清单中可以看到 地球的液态水储量在太阳系中只排到第五名 而太阳系中液态水储量排名第一的星球则是木卫三 这颗星球的体积仅仅只有地球的大约7% 其液态水的储量高达地球的大约26.5倍 至于排在地球之前的土卫六、木卫四、木卫二 它们的液态水储量虽然没有木卫三多 但也远远超过了地球 并且它们的体积都比木卫三还要小 相比之下地球的液态水实在是太少了 为何地球的液态水这么少? 这需要从太阳系的形成开始讲起 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我们的太阳系其实是形成于一片巨大的原始星云的引力坍缩 在这个过程中 太阳首先在这片星云的中心形成 然后星云中的残余物质一边围绕太阳运动 一边互相袭击 逐渐形成了太阳系中的各种天体 这些天体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在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固态的物质才能容易互相袭击 当天体的质量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们才能够凭借自身的引力来束缚气体 然而在太阳诞生之后 其释放出的光和热会使附近的水 都只能以气体的形成存在 注意 在无压力的情况下 水不能以液态的形式存在 与此同时 太阳产生的恒星风 又不断地将气体吹走 只有较重的固体尘埃 才能长时间地逗留 所以在太阳附近形成的行星 都是储水量很低的岩石行星 其中就包括了地球 由于距离太阳越远 但位面积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就越低 因此与太阳的距离 超过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 水就会转变成固态 也就是冰 这个临界值被称为雪线 其值大约为2.7个天文单位 位于现在的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 也就是说 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雪线之内的水会不断地向太阳系外侧逃逸 而当它们过了雪线之后 就会变成了易于袭击的固态物质 正因为如此 那些在雪线之外形成的天体 通常都会含有大量的水 要知道 水只有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 才能以液态的形式存在 虽然形成于雪线之外的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这四颗大行星 含有不少的水 但是因为它们内部的压力太强 所以这些水只能以固态的形式存在 而其他的很多星球和小天体 却温度太低 水也只能以固态的形式存在 实际上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星球的液态水 其实都存在于它们的冰下海洋 它们的结构 按从里到外可以简化为 高温核心 岩石地脉 冰下海洋 以及地表冰层 其高温的核心可以提供热量 而表面冰层则可以提供压力 这样一来 冰下海洋中就可以存在液态水了 综上所述 地球的液态水之所以这么少 其实是因为先天不足 那地球上的液态水是怎么来的呢 这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在地球形成过程 吸击到一些富含水的矿物 水是能够以结晶水 化学件等多种形式存在于矿物中 另一个来源则是那些富含水的小天体 如彗星小行星 由于地球有一个强大的磁场 还有一个浓密的大气层 并且距离太阳的位置也非常合适 所以液态水就可以在地球表面 长时间地存在 这也使得地球成为了太阳系 唯一一颗能够在表面 维持液态水海洋的星球 实际上 我们应该庆幸地球的液态水储量很少 可以想象的是 假如地球拥有排名第一的木卫三 那么多的液态水 那么地球表面就不会存在陆地 也就没有我们人类什么事了